推动不孕症友善治疗 蔡宏德成果傲人 看到可爱的小baby心情就不一样了 对啊 看到新生命 四孔的宝宝大部分都很聪明的 彰化基督教医院妇产部主任蔡宏德 最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就是孩子能抱在手上才是英雄 对他来说治疗不孕症 不只是替患者解决问题 也是自己人生最大的成就 蔡宏德拿出来自中国吉林的宝宝照片 开心地介绍 这对吉林夫妻来台两次 去年八月生下2600多功课男婴 还用医师名字命名 让他笑得合不拢嘴 他就取了孩子的名字叫德琳 就用一生最后一个字 跟我们咨询护士小姐的最后一个字 成为他的名字叫德琳 第一次碰到这种状况 觉得蛮精妙精神的 蔡宏德知道 不孕症患者最需要同理心和尊重 他努力改善环境和疗程 让受孕过程更舒适 怀孕率固然很重要 但是过程面也很重要 我们即使有一颗卵两颗卵 我们都会建议来取 怀孕率还是很大的 所以他怀孕了 我们就甚至会惊叫惊呼 比那对妇妇还高兴 很多时候眼泪会掉下来 蔡宏德也率领团队筹建全台 唯一通过美国病理学会认证的生殖实验室 像胚胎培养室 它里面的气体的压力是最高的 在培养胚胎那间 它是落成量很低 几乎没有什么落成 在他的努力下 张姬35岁以下女性 博产率达5成 38岁以下也有4成3 前年治疗300多例患者 去年也破400例 现在更和基因医学部合作 替有遗传疾病的夫妻 施行胚胎植入前的基因诊断 避免产下相同疾病的宝宝 追求更完美的医疗品质 动新闻 彰化报导